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 力表附近的重力位能 这里是要进入力学能守恒的章节 那我们慢慢的来介绍 什么叫做位能 以及什么叫做力学能守恒 那首先要回到我们的 伽利略的轨道实验 曾经我们有把轨道 带去黑板黏在黑板上 然后用弹珠来 让它往下滑 然后我们的实验结果是 这个 从相同的高度滑下来的时候 它最后呢 都可以到达差不多 一样的高度 那这代表的深层的意义是 既然它从 A轨道或B轨道滑下来 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球是从A滑下来 或球是从B滑下来 那它们两个的速度 在水平方向的时候应该要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最后都可以到一样地方 最后都可以到一样高 那是不是它在水平方向的时候速度要一样 才可以到一样高 那 如果速度不一样的话 应该它往上冲最大的高度 就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轨道实验 首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是 从 A或B 从A或B 轨道滑下 轨道滑下 只要高度H是一样 只要高度X H H 相同 乘以质量除以2 2分之1mv平方就是动能 莫动能也是相同 如果是同一颗球 同一颗球 从A或B滑下来 莫数率相同就是代表 莫动能相同 那这个动能是来自哪里呢 你可以回忆我们前面的章节 什么样的行为会造成动能的变化呢 在上个章节 2-1 有提到 合力做工造成动能的变化 那今天呢 这个物体它所受的合力呢 其实就是重力 今天的合力其实不止重力 但是如果说你考虑这个正向力 它跟轨道之间有正向力 可是正向力不做工 因为今天正向力 跟它的位移方向是垂直 对不对 它的速度方向是沿着斜面 那跟正向力垂直 正向力与速度垂直 所以正向力不做工 那唯一跟速度不垂直的呢 就是我们用红色斜的W 就是重力 所以今天合力只有重力做工 也就是重力的做工 那重力做工造成动能的变化 那结果跟A或B都没关系 它只跟高度差有关 它只跟高度差有关嘛 只要高度差一样 然后墨数率都一样 那综合这些 我们就可以写说 重力的做工 跟路径是无关的 这里刚刚忘了写画 好我们就可以写说 重力的做工 仅与高度差有关 跟路径 跟它走的是A轨道 或B轨道没有关 那为什么会推出这样的结论呢 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结果 我们观察到 从两个轨道或其他的轨道滑下来 只要高度差是一样的 那它最后都可以回到一样的高度 那就代表说它在水平面的时候 它们是有相同的数率 那如果是同一颗球 它从A轨道或B轨道滑下到水平面的时候呢 它的动能应该是获得一样多的 所以重力的做工 使球的动能变化 而球的动能变化 却只跟路径 跟路径无关 只跟高度差有关 那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 之后我们就可以定义出一个能量 叫做为能 好 那么 这一段先到这边 我们下一段再继续